今天要煮什么呢 因为穿了几天短袖之后 突然又把外套拿出来穿 所以我们今天要吃火锅 真的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很奇怪 要不是很热 要不是就是很冷 对前两天台南已经可以完全穿短袖的 对都吃冰了 那突然今天感觉又要回到吃火锅的这种季节 而且我觉得真的不想出门 因为冷 不想出门 所以只好在家里就是 透过一些那种Uber 叫了一些食材进来 然后想说自己煮 为什么要自己煮呢 因为第一个食材我们新鲜的 第二个用我们最喜欢的锅子来煮 然后同时又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二架铁 就是铁子 这个是大谷的小火锅 它不大啦 我觉得两个人煮应该是差不多的食料 它的高度大概是7-9公分吧 然后它的宽度大概有15 15左右 所以很适合两个人在家里就是煮小火锅 然后食材就是自由准备嘛 喜欢吃什么就准备什么 那一边煮啊就是继续补充进去这样子 边煮边吃就会很温暖 因为铸铁锅它煎煮炒炸都可以啦 所以它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双耳的造型 可是有时候你拿它来炒菜啊 或者是煎肉啊都是可以的 而且它还可以整个进烤箱 嗯 对如果你有在做那种欧式面包的 超合式的 非常适合 然后这个尺寸啊 其实平常收纳也很方便 不会太占空间啊 它真的很可爱就是它的那个整个尺寸 我是觉得很适合单身的 或者是两个人偶尔会一起煮火锅 或者一起吃点什么的 对在家里看个影片也刚刚好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今天要煮什么锅底呢 我们就煮排骨浓汤 排骨浓汤 对 哦这个浓汤很浓 很香耶 对这个就是用排骨用排骨的大骨 然后你就要一直去熬煮 哦这个应该熬了数十个小时 对真的就是你真的是需要时间去熬煮它 然后里面你可以加一些你喜欢的 比如说像番茄 然后葱 其实它熬化了之后它就会融化在里面 然后你想你喜欢的口味啦 比方说有些人喜欢吃孜然的 有些人喜欢辣的 有些人喜欢八角的你自己加肉桂的自己加 对那如果你觉得说自己熬这个浓汤啊 太麻烦了就是锅底很麻烦 那你就去那个便利商店 或者是晾饭店买一个锅底 回来煮也是可以的 对现在很多口味 然后它甚至是有那种就是鸭血的 还有那个酸菜白肉锅的 其实你都有很多口味可以选 是的 好 那这个小火锅要怎么弄呢 先把锅底加进去 其实煮火锅真的很简单啦 因为火锅吃的就是这个锅底的风味 对然后食材呢 就刚刚我们讲的选你自己喜欢的 你可以自由的搭配 像是菜啦 葱当然是入味的啦 然后一点点的肉片 就是补充蛋白质 然后像是香菇啦 那种平菇 然后玉米笋 然后像这个冻豆腐之类的 可以很自由的搭配 甚至你还可以准备像是丸子啦 或者是火锅 饺之类的啦 都是可以自由的搭配 所以除了锅底之外 就是適度的再加一些水嘛 其实就是浓郁程度的问题 对对对就是看你自己 因为主要是要看你汤底的那个 到底有多浓还是多淡 如果汤底淡一点的话 那你就是少加一点水 对那最主要就是 汤底跟食材的新鲜 就决定这一锅好不好吃 好那就可以开火了吗 在家里其实 因为像这一口锅子啊 你可以用这种卡式炉 你也可以用电磁炉 IH炉 就是明火的 或者是用电来加热的都可以 所以这个热应该是蛮快的 因为铸铁锅它本身受热性 非常的好 然后它的蓄热也很好 所以为什么推荐这种铸铁锅 就是即使这一锅煮好之后啊 你把它端到桌上去 它还会热很久 我们之前有一次有带一个铸铁锅 就是煮好的火锅 我们带到外面去野餐 是都可以吃很久 而且都是热腾腾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size 这个锅子的size 应该是说比外面 我们在吃那种小火锅的电 它的锅子稍微大一点点 大一点点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对于这种锅子的大小 几公分几公分 真的没有概念 所以你就想象一下 它就会稍微大一点点 那容量也多一点点 但是它不是大到那一种 感觉很多人可以一起吃的啦 但是我就两个人三个人可能都还OK啦 一个人也很OK 一个人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铸铁锅当然就是我们这样子使用嘛 那使用完之后洗了 记得要把它晾干 不然它会生锈 最好是烤干 直接烤干之后 上一点点油 对 因为它本身就是铁啦 它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铁之外的材质 所以铁遇到空气遇到水 就是会氧化 对就是氧化生锈 所以你只要涂一层油把它阻隔着 你就不用干心了 那最好其实是常用啦 就是常用它来做一些油脂比较丰富的肉类 就是你炒肉啊 然后或者是做什么红烧肉啦 对或者煎一些肉排什么的 这也会让它那种所谓物理不粘的效果更好 其实你就是在用一口不粘锅的概念 其实就是养它 你就是一定要花时间去养它 对对 但是这个养其实 因为很多人说养就觉得很麻烦 但是其实这个养只是就是 多去使用它就好了 还蛮简单的啦 其实相对算是容易 而且这一口锅啊 它不像那种不粘锅 因为不粘锅有使用的寿命 对那这种锅如果好好使用 那也经常使用的话 传家宝 对 它是可以当传家宝的 它可能活得比你还久 应该说它一定活得比你还久 因为它根本不会坏 慢慢的加热起来了 剥了大约五分多钟吧 它终于开始滚了 好 这时候我们就要准备开盖 真的滚了 滚起来了 然后慢慢的丢入食材 对 我们要一定煮火锅要先煮 很赖煮的东西 比如说像玉米笋 你不要一次全部把食材都下下去了 然后我们要加一点葱段 葱可以先下 然后我觉得香菇也可以 对不对 对香菇也是属于比较赖煮的 对稍微把它 香菇它需要吸油吸味 所以先让它下去 哇好漂亮喔 对颜色很美 对 然后我们再下一块豆腐 豆腐的话 我建议你们买那个版豆腐 就是豆腐这样会比较赖煮 而且它也没有那种油炸过 就是不会太油 而且它也比较不会煮烂 这个火锅看起来好美味 好好吃 下一块豆腐就好 好 所以高丽菜等一下再加 对我们先等它开起来 然后就可以来蒜肉片 我觉得其实在吃火锅的时候 除了这一锅之外 那个 丸 调味料 也蛮重要的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香油 然后一点点的芝麻 芝麻油 芝麻油 甚至是一些麻酱 对对对 如果你吃辣的话 就可以加一点辣椒粉 或者花椒粉 对对 然后这样蒜起来直接吃 其实蛮美味的啦 我们要不要来一点胡麻油 开起来了 你看它开起来真的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胡麻油要吗 当它开起来的时候 你就我们就把火关小小的 然后像这个是 蒜头油 好 然后我们来下一点点高丽菜 其实除了高丽菜之外 我觉得像铜蒿 还有娃娃菜 其实都是蛮适合煮火锅的 像我就是加了一点香油 然后加了一点胡椒芝麻粉 然后还有那个辣椒 还有蒜头 蒜头的油 蒜油 对 然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 吃了吗 来蒜肉了 一盘肉 对所以慢慢的让它滚起来 对滚起来 就是超市很容易买到 这么薄的火锅肉片 这种其实肉片有 几种都还蛮合适的 那建议就是薄一点的 像这个是五花肉的 然后有一种是里肌肉的 其实两种都可以 五花肉会稍微比较肥油多一点 里肌肉就会瘦一点 就根据自己的口感来选择 那它其实简单的 可能丢下去算几下 其实我还蛮喜欢买这种五花肉片 用来煎的 你看这样算几下起来 已经快要熟了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猪肉 最好就是让它全熟了 对猪肉 肉类其实煮火锅都建议全熟 对香菇已经差不多了 可以吃了 你看这个肉片已经好了 我们把它沾一点 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其实吃火锅真的非常的简单 然后你看这锅里面的东西吃完呢 我们就继续再把东西加进去 继续再煮一下 那请记得喔 里面有热的东西的时候 最好是能够先把它吃完再加 捞出来 或者是捞出来再加新的东西进去 不要锅子里面有熟的跟不熟的 那同时一起吃 这样子是比较不好的 就是如果它里面还有熟的 你又加了新的东西 一定要等它滚了之后再吃 对 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寒流来的吃小火锅 用这一口大骨的小火锅 然后选择自己喜爱的一些食材 然后在家里慢慢的享受 你可以一边追剧 一边聊天 聊天看影片 对这都是很棒的选择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喔 拜拜